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《青春三重奏》 故事完全是我 戏里面有一位已故的钟保罗先生 蔡峰华先生和庄正义 是一个三角戀 两个人同时都喜欢庄正义 结果庄正义就选择了沉默的那个 《无眼光》 这个就是我真实的故事 当年的故事 我说了出来之后 我电视台的上司就觉得很有趣 于是就拍了 那一套VCD 如果有一个分审迷离疮的话 我就会放上去 那一套VCD 那一套VCD 就会放上去 那一套VCD